应该是在这里 是当时候所罗文王的圣殿 甚至这个地方就是他的至圣所 很可惜的 现在的观光团人 他们都是看那个回教室 那没有看这个小的亭子 犹太人是神的选民 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业 这个无条件的业 是神自己要应许的 给他跟他的后裔 那个迦南地 以后列主们跟先知 都有讲到这个业 诗篇122篇第六节说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 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我们若是爱犹太人 为耶路撒冷 为神的百姓求平安 我们也会蒙神所见爱的 但是我们也是同样是神的选民 神负造我们从这个世界 离开分别出来 他爱我们 他设下自己 为我们来使 我们是他的选民 他也跟我们立业 永远的爱来爱我们 所以若说我们是属于神的 已经接受主做我们救主的 各位神不会放弃我们 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仁 他爱我们 比我们爱自己更多 可能有人会问说 今天美国 应该是超级强国 是那样伟大 那为什么圣经一言没有提到美国呢 圣经一言没有讲到美国这个国家 世界的报纸杂志 若是形容世界超级强国 必定会放美国在里面的 但是问题是先知 他们忽略了美国 没有把这个国家放进去 为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将来有一天 可能是今天或许晚上 我们不知道 富人间千千万万的信徒 都要从世界 被提到银里在空中 见主面 他们要适中 他们要到主耶稣 跟主耶稣见面相见 这就是大灾难的前面 要发生的事情 根据特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十六节说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父教的声音 含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离时了的人 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在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含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喊主永远同在了 将来有一天 可能很快就要到了 主耶稣要在空中迎接信徒 这就是教会被提的很出名的图画 主耶稣好像一个很热忱的东方人 他不会在天堂等待信徒 他会很热忱的到半空中 来迎接信徒 回天家 为什么美国不在圣经一言里面 在大灾难的战争当中呢 可能是因为美国很多基督徒 将来教会被提的时候 富人间没有总统 没有国会 没有军队 没有领袖 很多国民都失踪了 那这个国家 北美就立刻成为 没有影响力的国家 无论世界 款待我们怎样 各位 将来主耶稣要欢迎我们到天家 从美国会有很多人上去 但是无论你在哪里 主耶稣一来 浩唐一响 你也会上去 不必经过世界大灾难的战争 我们永远就跟主同在了 那当大灾难的时候 就是教会被提开始的时候 大灾难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超自然的 人做的神的刑法要在地上 根据这张图表 我们会发现将来会有经济狂慌 道德鲁芒 宗教合一 魔鬼活动 知识 交通发展 地理变动 金事 有一些联盟 一共有这六七个末世的遗照 在大灾难的时候要发生 第一个遗照是经济狂慌 根据启示录第六章第六节 我们看到一匹黑马 这个骑在马上的 他手里拿着天平 那天平的意思就是饥荒 粮食缺乏 就有一个声音出来说 一钱银子买一身麦子 当时候圣经的时候 一钱银子 就是一个人一天 手可以做转来的工价 一身麦子 一天他可以服吃的树木 换一句话说 每一个人单顾自己 在大灾难的时候 一钱银子买一身麦子 一钱银子买三身大麦 大麦在这里就是比较粗俗的粮食 给动物吃的 若是愿意像这样的享用 那也可以养活 妻子跟一个孩子 换一句话说 就是大饥荒 黑马一出来 世界就有饥荒 世界就有饥荒 我们看见 这代表股票市场 有两个动物 一个动物是野马 代表上 一个动物是大熊 代表下 但是这张图画 我们看到这个人 起在两只马上面 两只野兽上面 上上下下 现在股票经济的情况 是不是像这样的 美国中顶社会的家庭 夫妻都要上班做工 还很难维持生活 日本跟美国 一个是很胖 一个是很瘦 在这个图画上面 他们在队伍 因为日本一直出口 美国一直进口 那像这样的情形 不能够维持太长的 道德堕落 提摩太后书三章 一到五节 告诉我们说 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保罗形容末世 是危险的日子 因为人要单顾自己 贪爱钱财 要变心 这个成为 一个很危险的世界了 危险的世界了 我是住在德州 达拉斯这个地方 达拉斯本来是个 很好看的城市 很多教会 是很好住的地方 但是越来也不成样子了 很多问题 最近美国一个杂志 说达拉斯的警察在哭 为什么呢 因为很危险啊 很危险 那还有电脑的续剧 人心败坏 道德堕落 我们到处都看得到 再有一个默奢的预兆 就是宗教要和一 启示录十七章第三节说 我看见一个女人 骑在珠宏社的寿上 那寿有七头十脚 那这就是代表宗教要管理政治 将来在大战争的时候 世界的宗教要年后 成为一个很大的宗教 那他要就要管理 管理政治 有没有可能 世界宗教那样多 有没有可能 将来成为一个大宗教呢 这张图表 告诉我们说 世界的人口 若是根据宗教来分叉 有四个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是基督徒 那这里包括天主教 基督教跟他们的异端 还有四分之一是回教 跟印度教 再下去是起义的宗教 最后是无神教 无邪论者 那这些都要混合在一起 在大灾难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 基督教跟天主教 活一的运动 我们都听到都了解 现在就很流行 那回教 回教本身 他们也承认耶稣 是他们先知之一 他们也知道 耶稣将来会再来 但是他们不相信 耶稣是世界的救主 所以若是不注重道理 而是只有注重表面上的活一 当然很快就活得来 其一的宗教占世界的四分之一 像回教 印度教等等 那这些其一的宗教 大部分都是多神教的 他们敬拜好多神的 那因为这样 都一个神 也没有关系嘛 也没有关系 所以将来 他们都会黏合起来 特别就是不注重信仰 而是注重外表的合一 现在很多无神论的 很多科学家 不相信宗教 只相信自己的 他们慢慢 也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宇宙间 有一个讲不出来的势力 是比他们更大更高的 那像这样的感觉 再一步就是宗教了 再有一个默示的预兆 就是撒旦的大活动 撒旦越来越活动 因为根基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 这里说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我们会越来越注意到 当我们靠近默示的时候 撒旦的动作越来越厉害 以前的教鬼的人 是年老的 现在很多是年轻 考第一名的 他们说美国 每一间公立学校 都有一个教鬼的 一个教鬼的学生 是年轻人可能是考很好的 但是他们以为 跟魔鬼玩很好玩 哪里知道撒旦不可玩的 撒旦的动作越来越厉害 我们现在的世界越来越看到 不久以前时代杂志 形容说白宫美国总统府 白宫也请算命先生 到里面去断定一些国策 这就是现代的社会 现在的世界 这有一个默示的异照 就是人越来越聪明 丹尼里书十二章 第四节说 只到末时 必有多人来往喷袍 知识就必增长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的婴孩baby出生 比以前的婴孩更聪明 是不是 现在科学的进步 若是一个科学家 一天到晚不做别的事情 专专看他印部门的杂志 一年以后他也是会三个月的退步 落后 因为现在科学的秩序的进步 每五年增加一百倍 增加百分百 真是没有办法来应付的 圣经早已经告诉我们 智识应该会增加的 无论是电脑 这是太空船 太空船它有办法 看到地上这个大卡车 旁边的记号可以念出来 第二次世界打战的时候 空军需要四千五百个飞机 五百架飞机 九千个炸弹 来封炸几千尺范围里面 的地方 在越南战争的时候 空军需要九十五架飞机 需要一百九十个炸弹 来封炸几百尺的地方 现在空军只有需要一架飞机 一个炸弹在一尺小的地方 人类知识增加 是那样的 再有一个默示的预兆 就是地理改变 气候改变 启示录十六章十九节 告诉我们说 会有大地震 自从地上有来 有人以来 没有这样大 这样厉害的地震 那大城列为三段 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 启示录形容大灾难的时候 很多地震被形容 是破记录的地震 时代杂志 有一次形容地震 他说世界好像越来越多地震 越来越多地震 这是一个社会的杂志 他的观察就是 越来越是破记录的地震 第九世纪 有一个大的地震 第十一世纪 两个地震 十三个世纪 三个大地震 十六个世纪 有两个大地震 十七世纪 有两个大地震 十八世纪 有五个大地震 十九世纪 有九个大地震 二十世纪 有四十多个大地震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现在的地震 就是地 转动 摇来摇去 上面的建造物 也跟它 在 在 上上下下 摇来摇去 地一停止 上面的建造物 不停止 就倒下去了 这就是现在的地震 但是圣经 告诉我们将来的地震 说山林 海岛 都要迁移本位 将来的海岛 山林 是要走路的 要要要走的 当然 全世界的城市 都倒下去了 再有一个末世的 遗兆 就是海水 都要变成雪 启示录十六章 三节说 第二位天使 把碗倒在海里 还就变成雪了 好像水人的雪 海中的活物 都死了 这不是只是红色的水 或不是毒水 或不是切少水分 这是真的像死人的雪一样 世界所有的海水 所有的江河的水 所有的自来水 都变成雪 不能够吼 现在很多人喜欢住在海边 觉得海边很漂亮 很舒服 很好看 将来 海水都要变成雪了 我们知道 鱼 活物 在海里 若是石 它们 会 会沉下去 或是会 佛起来 当然 它们会佛起来 石的鱼 会佛起来 圣经说 所有的活物 在海里都死了 当时候 我们会想象到 那个臭的味道 真是没有办法 那就是真的大灾难了 世界的人 就不能够住在海边了 可能冰淇淋 也没有了 一杯白水 就可能要一千块美金了 这就是大灾难 那大灾难的 最后 一步 一点 就是 一个世界大战 其实 是世界的决战 最后的战争 这个战争叫 哈密基多顿 在我们的字典 百科全书都有 其实哈密基多顿 这个字 是从圣经拿来的 我们先来研究 它的起因 它的起因 启示录 十六章十二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 柏拉大河上 河水就干了 要给那从日出之地 所来的中王 一杯道路 将来柏拉大河要干 那 东方王 就要来 到哪里去呢 到 马基多平原 就是哈密基多顿 就是以色列 所以 东方王 跟 柏拉大河 就是伊拉克 跟 哈密基多顿 就是以色列 有密切的关系 那 柏拉大河 是一个古老的河流 有1800多个英里长 它原来是从 伊甸园就有了 伊甸园有四条河流 中间一条 就是 柏拉大河 亚伯拉罕 也住在 柏拉大河的旁边 在 1990年 中东战事 美国 封炸 柏拉大河 的一些桥梁 圣经说 将来 柏拉大河 要干 那就成为一个记号 东方王就来 那世界列国的军队 又参战 那就 到以色列去 打那世界 最后的战争 哈密基多顿大战 柏拉大河 可能不可能干掉呢 在1973年的时候 苏利亚 借着苏联工程师的帮忙 在柏拉大河上面 造世界最大的水坝 叫柏拉大河水坝 一共用美金三亿 现在已经建好了 他们可以把柏拉大河弄干 1970年的时候 我在达拉斯 新闻上面 新闻报纸 看到这些标题说 土耳其 要暂时停留 柏拉大河 那新闻 报告说 撒旦海山 就派大士到土耳其 抗议 说你这样做 我们底下就没有 没有河水 怎么办呢 因为柏拉大河的起源地 是土耳其 它就留下 经过苏利亚 那一直把伊拉克分成两半 最后到波苏湾 柏拉大河在那边很重要的 如果是它干掉了 那伊拉克就立刻成为没有出口的国家 很少的国家在中东 没有这样的出口 大部分的国家在中东都是有海岸线很长 但是伊拉克没有什么海岸线 所以依靠柏拉大河相当的大 伊拉克很生气地说 这是因为西方的国家故意乱化 在沙姆上乱化给他们一个没有出口的领土 是不是也是应验先知所讲的 将来波苏大河一干 伊拉克就成为没有出口的国家 它就要做一些事情出来 这个国家它什么都敢做 敢讲也敢做 不讲它也做 这是伊拉克这个国家 将来它所要做的 我们不能够彻底知道 但是应该会做一个很厉害的事情 引起东方王要从东方亚洲来打战 这是美国的一个杂志 说会不会有战争 这就是中东最近的战争以前问的 那当然我们看到已经有战争了 但是这个问题还在 会不会有战争呢 会啊 因为圣经说 哈密基多顿大战会来 就是在大战难的最后一步 那是伊拉克 波苏大河要发起的 有些人很奇怪说 为什么西方跟美国的军队 当跟伊拉克打战的时候 在1990年 不把伊拉克的军队全军毁灭 只有剩下两天就可以这样做 但是美国就自动停战 一百个钟头以后就不战争了 有人很奇怪 但是不是为着圣经的一言说 将来伊拉克还是会坚强 最后他会引起世界战争 那刚才我们提到圣经所有五个大的势力范围会出来 最后的势力范围就是东方众王 东方王要来 这是根据启示录16章12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柏拉大河上 河水就干了 要给那从日出之地 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 那我们知道日从东方出来 但是东方众王要到中东来 这节经文若是以前中国的历史 东方的历史简直不可能应验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们中国的皇帝的观念 对于别的国家国际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是中国 我们是最有文化的 我们最中间 那你们外国你们是野蛮的 没有开化的 越野蛮 越野蛮 所以他中国就不愿意 跟别的国家有什么密切的来往 还有东南亚很多国家是 西方的殖民地 那时候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都不同了 现在世界很多国家 不但喜欢吃中国菜 他们也喜欢跟中国 东南亚的国家做生意 从日本一直到马来西亚 印尼 世界贸易 世界贸易 一直在繁荣 中国大陆 也有金 武器 军队 的武器 在中东 在卖 还有很多 跟中东有 所借的线条 越来越密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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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